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世界节目 今天我们将探讨两个热门话题 首先是伊斯梅尔·哈尼耶 他被视为哈马斯的温和面孔 尽管他的言辞激烈 但在国际外交中仍被看作是相对温和的代表 接着我们会详细探讨以色列军方对黎巴嫩南被鲁特的真主党据点发动的无人机攻击 这是对周末火箭袭击的一次报复行动 这次袭击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并加剧了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充满紧张局势很战火的中东 伊斯梅尔·哈尼耶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一个极具争议的符号 哈尼耶这位哈马斯的领袖 以其激烈的言辞和强硬的政策著称 然而在国际外交的舞台上 他却被视为相对温和的一面 2017年哈尼耶被任命为哈马斯的最高领袖 自此他便成为这个巴勒斯坦组织的重要代表 尤其在与以色列的多次停火谈判中 哈尼耶总是出现在前线 哈尼耶的国际行动力 也是其领袖地位的重要支撑 在土耳其和卡塔尔 他经常穿梭往来 这使他能够灵活应对不同国家的外交需求 并且逃避了被封锁的加沙地区的旅行限制 即便在战火最猛烈的时期 他仍能够有效地与伊朗等盟友进行对话 这让他在哈马斯内部获得了更大的信任和支持 然而哈尼耶的三个儿子在一次以色列的空袭中丧生 这无疑给他个人和家庭带来了极大的痛苦 也进一步巩固了他在组织中的强硬派立场 与此同时 黎巴嫩首都被鲁特南部的局势也不容忽视 上周三 以色列军方发动了一次无人机攻击 目标是真主党的据点 达西耶区 这次攻击被视为对戈兰高地周末火箭袭击的报复行动 那次袭击造成12名儿童丧生 震惊了国际社会 黎巴嫩媒体报道称 无人机导弹精确集中了该区人口密集的建筑物 造成了不明数量的伤亡 以色列国防军IDF在声明中表示 这次攻击是针对杀害儿童 很多名以色列平民的指挥官进行的有针对性打击 然而 真主党却表示 这次袭击未能成功暗杀其指挥官 这次攻击导致黎巴嫩局势进一步紧张 自周六以来 黎巴嫩一直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等待以色列的报复行动 当时的火箭袭击被以色列和美国指责为真主党 使用伊朗制造的火箭所为 虽然真主党否认了参与其中 周二 美国展开了一系列紧张的外交活动 旨在说服以色列限制其军事行动 特别是避免直接针对贝鲁特 以防引发更大范围的冲突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维丹特·帕特尔 在简报会上强调 美国将继续通过外交手段来避免以色列 和真主党之间的冲突升级 他表示我们正在继续努力寻求一个外交解决方案 让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平民能够回到家园 过上和平和安全的生活 帕特尔的言论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他重申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是肩如磐石的 因为这个犹太国家面对着来自伊朗及其恶意代理团体 如真主党的威胁 他还指出以色列有权自卫 并强调这个国家面临的威胁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 自2006年以来 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的主要战争结束后 双方一直处于交火状态 但自十月加沙战争爆发以来 真主党开始向以色列目标开火 声称是为了声援巴勒斯坦人 这些敌对行动主要局限于边境地区 双方此前都表示不希望发生更大范围的冲突 尽管这场冲突引发了人们对华向战争风险的担忧 然而 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不信任和仇恨 仍然是难以化解的深层问题 透过哈尼耶与以色列军方无人机攻击的两个故事 我们看到的是中东地区复杂的政治局势很无法预测的未来 哈尼耶的双重角色 他的强硬和温和 使他成为哈马斯内部和国际外交中的关键人物 他经常在土耳其和卡塔尔之间穿梭 继续推动哈马斯的一程 同时试图在国际舞台上为巴勒斯坦的利益发声 而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持续敌对行动 则进一步加剧了地区局势的紧张 尽管如此 国际社会仍然希望能够通过外交手段来减少冲突 避免更大的战争风险 美国的角色在其中尤为重要 作为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者 同时也试图通过多边外交努力来稳定中东局势 这些努力能否在未来取得成效 尚需时间检验 但至少在目前 紧张局势中仍有一丝和平的希望 在这样一个充满矛盾和对立的背景下 伊斯梅尔、哈尼耶的故事河南被鲁特的无人机攻击事件 共同勾勒出一幅中东地区复杂很动荡的画面 无论是个人的命运还是国家的命运 都在这片土地上交织 展示出战争与和平的两面 如何在这片矛盾的土地上 找到一条通往和平的道路 是国际社会以及中东各方都需要不懈努力的目标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伊斯梅尔、哈尼耶 伊斯梅尔、哈尼耶、伊斯梅尔、哈尼耶 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中药领袖之一 并于2017年被任命为哈马斯的最高领袖 尽管他的言辞和行动常被外界示威强硬 他在国际外交中被认为是比哈马斯内部 其他更为激进的成员相对温和的面孔 哈尼耶早年出生在加沙地区 并在当地完成了教育 他的政治生涯始于哈马斯的组织工作 逐渐成为该组织的核心领袖之一 2006年 哈马斯在巴勒斯坦立法会选举中取得胜利 哈尼耶随即被任命为巴勒斯坦总理 然而由于国际社会普遍将哈马斯示威恐怖组织 其政府并未被广泛承认 2014年加沙地区再次爆发战火 哈尼耶的三个儿子在以色列的空袭中丧生 这一事件使得哈尼耶在哈马斯内部 和巴勒斯坦民众中获得了更多的支持 尽管他在国际社会中的立场依然充满争议 尽管哈尼耶的言辞激烈 他在国际外交中展现了较为灵活的态度 他在土耳其和卡塔尔首都多哈之间来回穿梭 逃避了被封锁的加沙地区的旅行限制 使他能够在停火谈判中担任谈判代表 或与哈马斯的盟友伊朗进行对话 以色列军方对南贝鲁特发动无人机攻击 2023年 以色列军方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的真主党据点 发动了一次无人机攻击 此次行动被认为是对周末在哥兰高地 发生的火箭袭击的报复行动 那次袭击造成12名儿童丧生 黎巴嫩媒体报道称 这次攻击击中了达西耶区的一栋建筑 该区是贝鲁特南部人口密集的郊区 据目击者称 这些导弹是由无人机发射的 目标是一处真主党据点 然而 真主党官员表示 这次袭击未能成功暗杀一名真主党指挥官 双方对这次袭击的伤亡人数 尚未给出明确数据 自2006年以来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的主要战争结束后 双方一直在交火 近期的冲突 自10月加沙战争爆发以来 真主党开始向以色列目标开火 声称是未了声援巴勒斯坦人 这些敌对行动 主要局限于边境地区 双方此前都表示 不希望发生更大范围的冲突 此次攻击发生在美国主导的紧张外交活动之后 这些活动旨在说服以色列限制其军事行动 特别是避免针对贝鲁特 以免引发更大范围的冲突 美国国务院表示 将继续通过外交手段 来避免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冲突升级 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依然坚如磐石 因为这个犹太国家面临来自伊朗及其 而一代理团体如 真主党的威胁 以色列国防军IDF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IDF在贝鲁特 对负责在马吉达尔沙姆斯杀害儿童 和多名以色列平民的指挥官 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打击 然而 真主党对这次袭击表示否认 并否认参与了戈兰高地的火箭袭击 双方的紧张局势 使得中东地区的局势 更加复杂 国际社会对此表示高度关注 期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 避免进一步升级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伊斯梅尔哈尼耶被视为哈马斯中的温和派 这真是个笑话 这种说法就像把海盗中的那个会唱歌的说成是好人一样 他在外交场合中可能表现的温和 但他依然是个激进分子 当他的三个儿子在以色列空袭中丧生时 他的温和面孔是否能安慰受害者的家庭 他的每一句话背后都是血腥的现实 楚天书 你说的好像伊斯梅尔 哈尼耶应该是哈马斯的佛系领袖一样 事实是 政治家们都是根据情势来变通的 哈尼耶在国际场合中表现的较为温和 这本身是一种战略 他在土耳其和卡塔尔之间奔波 试图寻找停火的机会 这难道不比只会喊打喊杀的领袖更有建设性 谢奇奇 你这样说就像称赞一个银行劫匪 在结案后给人职送了杯咖啡一样 哈尼耶的外交手段 只是为了掩饰哈马斯的真正目的 持续对以色列发动攻击 他的所谓温和政策是为了争取国际支持 让更多人为他们提供资金和武器 看看历史 2006年以来 哈马斯可从未真正停下攻击的脚步 哦 楚天书 我们这样看问题就有点片面了 所有的政治领袖都在利用外交手段来达成自己的目标 这并不稀奇 哈尼耶的策略 是希望通过国际支持来改善加沙地区人民的生活条件 你说他是温和的面孔 这至少表示他愿意对话 而不是一味的对抗 如果你只看到他的激进一面 那么你就像盯着一根棍子 而忽略了整片森林 谢奇奇 你这个比喻真有趣 但我们不能因为某人戴了一副金边眼镜 就认为他是老好人 哈尼耶的温和面孔只是一张面具 用来掩盖哈马斯的激进行为和暴力行径 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据点发动无人机攻击 这是对哈马斯及其盟友的明确警告 伊朗制造的火箭袭击以色列 造成12名儿童丧生 这些都是哈马斯和其盟友的杰作 楚天书 你这样说就像认为所有戴眼镜的人 都是书呆子一样不公平 事实是 外交和谈判在国际政治中是必不可少的 哈尼耶在这方面的努力不应该被忽视 以色列的无人机攻击并没有解决问题 只会引发更多的暴富和暴力 美国国务院也在试图通过外交手段 来避免更大范围的冲突 这才是长远之计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伊斯梅尔哈尼耶哈马斯的温和强硬派 首先让我们聊聊这位传说中的伊斯梅尔哈尼耶 他可是哈马斯的高级指挥官之一 同时还具备某些外交手腕 想象一下他在国际外交场合上像个冷面笑将 不时抛出一些激烈言辞 而他的三个儿子却在以色列的空袭中丢掉了性命 这样的背景让他的形象更为复杂而多面 尽管哈尼耶的话语犀利 他在哈马斯内部却被视为相对温和的一派 是的 这听起来有点矛盾 但在哈马斯内部有比他更强硬的伊朗支持派 哈尼耶2017年被任命为哈马斯的最高领袖 这个头衔可不是随便拿来玩的 他在土耳其和卡塔尔之间穿梭 尽量避开被封锁的加沙地区 这种灵活的行动让他可以在停火谈判 或与伊朗对话中扮演重要角色 他的行为展示了战略上的灵活性 这对一个强硬派来说 是一种非常值得观察的特质 以色列对黎巴嫩南贝鲁特发动无人机攻击 真主党的危机 接下来我们的说说以色列在南贝鲁特的无人机攻击 这次攻击直接瞄准了真主党 这个以色列眼中的大麻烦 无人机发射导弹的场景像是某不好莱坞大片 但实际上这是一个血腥而残酷的现实 攻击发生在被鲁特南部的移动建筑物 真主党的指挥官成了主要目标 尽管以色列这次声称成功了 但真主党却否认了指挥官被击中的说法 这一来一往让局势更加紧张 以色列的这次行动被视作对 戈兰高地火箭袭击的报复 那次袭击造成了12名儿童的死亡 美国和以色列都指责真主党使用 伊朗制造的火箭发动了这次袭击 但真主党却否认了参与 这种情况让人不禁感叹 国际间的甩锅大赛从未停止过 美国的外交努力 火上加油还是灭火 美国这次扮演的角色非常有趣 美国国务院表示 他们在努力寻求一个外交解决方案 以避免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冲突升级 这听起来像是为了世界和平再努力 但实际上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依然坚如磐石 这种双重角色让人感到有些滑稽 一方面强调和平 另一方面又在支持以色列的攻击行动 这种矛盾的立场让人不禁怀疑美国的真实意图 从过去到现在 真主党和以色列的恩怨情仇 最后 我们的回顾一下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的恩怨情仇 自2006年的主要战争结束以来 双方一直在交火 尽管这些冲突主要局限于边境地区 然而 自十月加沙战争爆发以来 真主党开始向以色列目标开火 声称是为了声援巴勒斯坦人 双方都表示不希望发生更大范围的冲突 但这些敌对行动无疑让滑向战争的风险增加 总的来说 哈尼耶的角色 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无人机攻击 以及美国的外交努力 交织成了一幅复杂的中东局势图景 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戏份和台词 而观众只能在座位上紧张地等待下一幕的展开 这场戏剧究竟如何收尾 或许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6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